李导演在他拍这个 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呢 他也有访问基隆啊 弹农啊 结果我们这样猜的话 会觉得讲说 人家应该很怕影响啊 这些卖爬卖爬 不要让人家知道了 结果他们没有 他们不怕 他们有350亿的这个产业 他们都没有在怕 然后政府不敢公布 你现在去扑杀鸡 不是好过后来扑杀人吗 这是刚刚这个 刘亦宏大哥讲的话 是这样子 治疗治疗治疗人 对所以你当初去采访 基隆他们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在担心说 这个事情曝光 其实应该有一些人 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讲到说 包括小学生都会产生抗体 什么样的原因 小学生都不小心会感染到那个 就是这个病毒 已经存在这个环境里面久了嘛 低病源在台湾 已经存在很久了嘛 可是问题是 像日本跟韩国 只要H5或H7型 只要是不管是高低 一律扑杀 因为他们 所以因为台湾都不扑杀 也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也不会积极的做防疫 所以说才让它变成 从低变成高嘛 日本已经 从低变成高 结果光是这一点 已经让我们被日本 日本表达不太高兴 是不是黄医师 日本对于我们的 以前对于低病源的处理 很有意见 所以它对我们的肉类 它的安全性 它其实有点疑虑 那低病源性 变成高病源性 不要太久 一个月就够了 你当时在机里面传传传传 一个月它就变成高病源性了 所以低病源性要扑杀呢 是常识 这个不扑杀是奇怪的 您既然讲说常识 那为什么农委会那些专家 在讨论判定的时候 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 不过我必须要帮 这个专家连常识都不懂吗 我帮专家学者讲一句话 包括我手上 我都掌握到2010年 所谓的专家学者 他讲的都是讲说是高病源 专家学者每一次 2010还是2012 2010年到20 就这五次会议 2010年三次 然后今年2月1号跟3月1号 五次会议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定是高病源 所以我们还是 还不只是被隐匿所谓的70天 其实可能两年前 就已经有高病源这个话出来 包括我觉得这整个关键是说 专家都认定是高病源 可是为什么 一个通报的窗口防检局 竟然可以完全忽略那些 国家实验室的诊断 说你做的不算 只有我做的才算 在政府体系里面 防检局你没有资格 是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 你把国家实验室当成什么 你随便参考吧 好那现在其实 虽然之前也许他们没有在 在怕说这个消息出来 是什么农委会 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到了现在事情出来之后 蛋的这个 蛋价不管怎么样就掉了一层了 蛋农还是会叫苦 还是会怕嘛 之后怎么办 我们先来看一下蛋农的新生 好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是在3月3号的时候 已经扑杀了 5万7千只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那边闭门会议 在那边讲这个美牛的时候 其实那边鸡都已经在那边扑杀了 那接下来呢 邱伍组长 是 那我可能是要先解释 我们对这个疫情的看法 其实疫情我们第一时间是 都做了现场的管制 那比方说 由彰化跟我们台南 我们现在有两个高病原性的案例 如果像现场有持续死亡的话 像台南的例子 我们就立即采取了动作 那就做 预想性的扑杀处理 周边启动三公里的调查 然后看有没有病原的蔓延 那彰化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就是临床看起来 它都跟正常的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那病毒分离出来 是有四个碱性胺基酸 是有高病人的潜视 可是这时候政府是要是很负责 去面对它 可是到底 你要不要马上执行扑杀 那个牵涉到人民的权力在里面 是非常审慎要评估的事情 你扑杀了它赔偿六成 它受损失啊 那整个产业外销就中断了 等等的 其实很多的事情 政府要去做考量 所以才在专家会里面去请它 你要从临床整个去综合研判 要不然你看起来一个机场 看起来是好好的 那为什么说它是高病原性 可是我们已经把日本人都搞了 觉得我们的肉有问题了 我们在这边挡人家的瘦肉筋 人家日本觉得我们的肌肉有问题 日本是个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它把低病原跟高病原 只要有H 它都认为是高病原 其他的国家并不是这样处理 好更多的这个内容 待会马上回来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在讲情流感的危机啊 虽然说呢 像彰化地区的蛋农 他们没有验出来什么H5N2的这个病原啊 他们照样在出货 他出货归他出货 你敢不敢买嘛 我们要到早餐店啊 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 大家有敢不敢吃鸡肉 敢不敢买蛋 是不是冲到了这个蛋的价值了 咬了一整盘的鸡 鸡蛋一箱一箱要搬去卖 H5N2危机四起 附近的鸡舍没有被检查出病原 照常卖蛋 不过但农仙的担心 连着一篮一篮的新鲜鸡蛋 恐怕没人敢买 冲息很大啦 缸也没削肉 没削当然是 它煮削要吃到 成本就高了 这会引起恐慌啊 所以买的人一定会笑的 彰化地区传出情流感疫情 大规模扑杀5万多只鸡 现在国内人心惶惶 民众不敢乱吃鸡肉和鸡蛋 蛋龙们叫不得天天 大探疫情直接冲击 好不容易刚回成本的蛋价 现在有情流感 不敢买鸡两个鸡肉 鸡肉这样 还是比较吃得好 国内养鸡成本美金26元 直到去年底前 整整18个月 蛋价都低于成本 最低一斤只有16元 蛋龙们已经血本无归 现在又爆发情流感的危机 就怕民众不买蛋 重创市场蛋价 宣导所有的养鸡 几乎要做好智慧防疫的工作 加强消毒 那避免不必要的人车的进入机场 现在防疫所每天派专人 进驻养鸡场 又投药又发消毒剂 要全面防抖 H5N2疫情蔓延 也让更多的蛋龙遭殃 电视院陈梦辉彰化采访报道 好我们刚才有看到政府 现在马上采取的手段 来补救的就是 比如说像鸡肉 或者是鸡蛋 或者是什么养了 这个蟹鸟类 暂停出口三个月 现在估计说产业的 这个损失可能是6亿元 这个比之前讲说会冲击 350亿已经小了 很多很多倍了 但是这个消息爆发出来之后 我想请问一下导演 之前你访问的那些鸡农 他们最近还有跟你联络吗 这几天 他们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农民的电话 他说我有被阻散 他说我有被阻散 然后因为接下来可能 鸡蛋没有人要买 鸡肉没有人要吃 怎么办 他讲说你政府要公布 要有配套 怎么都没有配套 你畜牧处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畜牧处是管产销 那你明明知道 你要发布之前 你明明知道 接下来那个一定产品会滞销 你都没有启动紧急的应用措施 所以你现在说这个鸡肉 讲这个鸡蛋 万一万一 这个疫情其实是扩大 万一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结果后来再爆发出来 那个再一头拉股这样下去的话 那个产业上面的损失 那就不得了了 现在很多人 其实听数字会怕 你说听到什么 180颗的蛋下了肚子 一听就头皮发麻 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一个 很完整的这个说法 很完整的做法 让小市民可以不要先担心 你先担心 明明没事的你也不买 那你也让人家没有钱赚 人家才会讲说会戏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吃下去会不安心的话 这样是伤害我们的健康 其实刚刚我聆听各位专家 尤其我们的官员他们所讲 说实在我做一个小市民 我不用这个所谓的媒体人在这讲话 我说实在听不太进去 我们台湾并不是完全没有疫情的国家 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SARS 对不对 你SARS来 你当然要广为中资嘛 要大家怎么预防 你还去担心房价吗 这是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学者刚刚这个我们的会认人 他有提出来早就判定 甚至比我们现在发现的更早 两三年前就是高病原的 那我们再来讲进入这一次的这个实际点 实际点很重要 那已经是认定 也有专家在那个会议里面 认定是高病原 那我们先前的农委会主委 陈武雄比较警觉 可是他现在已经下台了 你不管要怎么追究 他下台 可是你回顾当时候 已经是这样了 那基农或是弹农 他们其实早上要面对的 只是把它延缓到现在 你隐匿的话 他现在还是要面对的 你看刚刚你们的看板不是说 现在禁止输出了吗 对不对 那他们现在招逢的损失也是一样 那可是你当初确认是高病原之前 那之时你就应该及早去面对了嘛 那第三个就是说 刚刚讲到说 刘大哥说会议一定要一个月开一次吗 那跟他们所谓的口号 似同作战这有两回事 现在我们的政府好像是被会议启动的 被公文启动的 可是事实上你当然要料底要重演啊 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是 要抱持一个高警觉的一个态度去处理嘛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完全是荒腔走板的 那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许天来 我一直讲的这位人士 就是我们的官员防警局长 他下来我仔细想说 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这么轻忽 事后还那么拗 他那边讲一句很关键 他说不管是禽流感的高低病源 不会传染人与人体健康无关 所以他认为反正也不会死人嘛 跟人体健康无关 如果说下了台的一个局长 还现在还这样讲的话 那这个局长真的是不适任 非常不适任 怎么会跟人体健康无关呢 禽会传染人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最后一个 我们只要呼吁说 政府现在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 而不是民间的 我看每件事情 不管是瘦肉精或什么 都是有一些医生告诉我们 主任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你现在告诉大家 你是昨天才告诉我们大家 我昨天才听到 你避免接触生鸡蛋 对不对 你昨天才跟我们讲啊 避免接触那个家禽 要注意鸟粪等等 注意那个粪便 可是 整个回顾这个过程 你不觉得 如果你防疫 抱着这一套这个做法 这土法链钢嘛 如果再有重要严重的这个病情 还是这样启动吗 这是我们对政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号嘛 对啊 其实现在也还在 比如说情传情 也还没有到情传人 或是人传人的时候 你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吓大家 问题是你看政府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时间表 就会吓到啊 该讲什么话 结果没有讲 该要让大家知道 结果隐匿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现在鸡脓也会错 因为如果我不敢吃鸡肉 如果大家都不敢吃鸡肉的话 他现在就是跳到那边等 所以刚才导演才会讲说 他们说活不下去了嘛 包括我们走了一趟士林夜市 平常那个鸡排不是 哦 大家在那边排队啊 好多人的 现在人都已经变少了 叫到金黄酥脆 士林夜市香喷喷的大鸡排 总是大排成龙 不过现在爆发情流感 民众不敢吃 神意似乎也收到影响 如果说禽流感疫情很严重的话 我们当然会避免 是感觉有点差 是因为禽流感吗 大概因为爆倒关系 可能是有点 会掉一层左右吧 H5N2病毒不只是肌肉安全 有疑虑就连鸡蛋也遭殃 不过专家指出 此病毒不耐热 60度加热30分钟 100度加热1分钟 就可差距 但煮熟 鸡肉 煮熟就安全 那提拉米酥不要吃 用上鸡蛋店做的东西不要吃 尤其是一般人爱吃的甜点 提拉米酥也受到质疑 因为制作过程是将生蛋清打发 隔水加热使之粘稠 再放到冰箱冷冻 是一种半生不熟的蛋糕 只要鸡蛋来源有问题 就有安全疑律 这毒素会在鸡蛋体内排不掉 对 事实上除了提拉米酥 包括冻蛋 温泉蛋等半生不熟的蛋 禽流感状况不明 存有感染的疑虑 医生也建议 不管是鸡肉还是蛋 最好还是煮熟了再吃 中听新闻娱乐围 陈俊杰 染香培 台北 怎么办 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讲的话 还是一句话嘛 就是有没有毒嘛 可不可以吃嘛 这个问题真的有那么难吗 我觉得不难 因为事发剂吃了二十几年 都有办法处理 那么多添加物 各种饮料都有 我们最后处理的很好啊 有问题的全部下架 全部消费啊 上架的都是没问题的 可是你想说 现在在市场流通的 不管鸡蛋都是没问题的 你觉得有问题的 通通料底从宽嘛 你就全部交价收购嘛 但是你这样讲也蛮恐怖的啊 就是刚刚 比如说刚刚导演也提到说 如果是两年 两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高病原的这种报告 你要追溯了多久 你怎么到哪边 这个农场那些鸡什么的 就下肚了就不要再讲了 你吃下去也没有发病 你不能说肚子突出来 你吃下去好好的 那没问题 现在觉得有问题的 哪里发生问题的 鸡啊蛋啊通通把它消费 那剩下的 政府就像自发剂一样嘛 我主要到不管哪里上架了 就是合格的 所以你这样讲你就不会担心 像刚刚邱总长讲的说 你这样子鸡农啊 蛋农他们的生意 你就不会担心 你都不会担心这些吗 因为我被铺杀了 我就等于卖掉了一样嘛 那我再下来是好的 好的就供给量少了 价格会往上涨啊 铺杀了就等于卖掉了 是这样讲 当然政府不要说 已经基尼说我要补产你几成了 统统买掉 统统买统统消费 不行吗 光行政府应该这样子做吗 其实我们的塑化剂 刚刚刘大哥讲的没有错 我们吃了二十几年啊 但是是我们政府而为吗 是政府机关下面一个记事 杨明玉杨继斯 他是chance by chance 他鸡婆了一下 否则我们要继续吃吗 那我今天看到 就是不能戳的秘密 这李慧仁坐在我们现场 他追八年 不是他帮我们追八年 今天没有李慧仁呢 是应该政府帮我们追八年 这是我看到整个 非常荒谬的地方 这两次的事件都是这样 树化剂的时候 也是有别人鸡婆 这件事情还是有人鸡婆 我们台湾社会真的很万幸 就有这种人 没有鸡婆的话 我那种棧业啊 他鸡婆他追出来 而且里面有些描述 我想他坐在你 也可以由他讲 就是说 有时候很冷 他躲在那边去拍 今天如果有箭头倒回来呢 基隆呢 我们今天是感谢他 对不对 他今天戳破了这个真相 现在你政府要面对 你政府要承担 因为你前面缺席了很久 我今天可以用这样一个字眼 今天是推回去 你至少告诉我们是两年三年嘛 这个虽然是有点在追究责任 但是你克制你现在 你到底政府 你对整个防疫体系 有没有去检讨 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起点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政府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 在面对这个事情 现在很多人讲说 这个鸡蛋 我们这两天不都一直讲说 我们这鸡蛋不要吃生鸡蛋吗 不是很多人会 我不知道 鸡蛋原来是用生鸡蛋 然后什么 还有人会把生鸡蛋打进牛奶里面 然后给它喝掉 说那样很营养 对不对 现在这件事情是都不能做 这个黄医师 没有错 现在只要是生的跟活的鸡 你都最好不要去碰它 其实 其实你看美国在做事 就非常清楚 当一个疫情出来的时候 政府机关CDC 第一个出来是Q&A 一定有20条问题 他已经开始想说民众问什么问题 20条就出来了 然后答案是什么都写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政府现在赶快要去做的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你要把民众问题先想出来 其实你现在 你去问一下记者 大概收集一下 大概也知道民众最近有哪些问题 然后你就政府给他一个答案 应一个小手试或者在网络上 这个你一定要先去做的 那这样政府常建立公信力 那其实现在 我觉得现在是要普查 就是机场要做一个一定程度的固定 不能动 然后做一定程度的普查 甚至包括机场人员的抽血 你要知道说到底在哪些区块 是感染的人 比较多人曾经曝露过这个病毒 那些区块的机场要特别的小心 那如果这个区块的人抽血起来都没有问题 也没有疫情出来 那这些省线 这些市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你要告诉我们说 哪些区是安全区 哪些区是比较不安全的 那比较不安全 你就要去好好的盯着它 然后总之就是 你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H5N2绝对不能让它输出到国外去 那王初呢 我打算请请问你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怀疑它可能有问题的话 把它煮熟了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 没有错 可是你在煮的过程当中要非常小心 你不能去污染到 你的手跟你的厨具什么的都不能污染到病毒 因为这即使是死的鸡或者鸡蛋 它的表面是可能有病毒的 所以你如果去冲洗它 或者如果把这表面弄干净 或者就是说 你的整个处理的环境要没有病毒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拿一颗蛋 我打一个蛋 蛋花下去 我是不是马上就要去洗手 然后再去抱小孩子 因为我手可能会碰到蛋壳 你严格上来讲 你应该拿一个酒精性洗手液 喷一个纸 把蛋表面擦一遍 要用酒精液来消毒蛋的表面 你要保证上面没有病毒的话 然后才能把它打破 然后再消毒我自己的手 一般的民众事实上 他一天处理两三颗蛋 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蛋冬他要出来的蛋 就像刚刚讲的熏蒸是一个办法 比如说我有两万颗蛋出来 我就先熏蒸一遍 那我就表面 至少让我的表面都干净了 那里面没有问题 那表面上都干净 只要我就一路上传送也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安心的吃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们用熏蒸 然后一大批出来了 都给他盖一个张检验 直接都是检验合格的 我们就不用每次拿到一颗蛋 要在那边消毒的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邱组长 这个很难做到吗 全台湾一天生产 一千八百万颗蛋 是因为数量所以很难吗 一个是数量 那其实我们已经有启动 不同的监测系统 第一个 屠宰场我们已经有建立了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case 都是我们主动 政府主动监测去找出来的 我们本来就有一套制度 在去寻找这个 是不是有发现有这些 禽流感的机场在 说政府主动监测找出来的 我就不相信导演会是这样想 导演那一例 其实我个人是很敬佩导演的 这种对事情的执着 那导演这一例是 我们监测有两种 一个是主动监测 一个是被动监测 主动监测就是政府在做的 比如说我屠宰场 屠宰场的机 发现有死亡情形 我就把这个机控制住 找回来原来的那个牧场 我开始对那个牧场 去做疫情调查等等的 然后做病毒分离 去找到 用主动去把这个机场找出来 去做管控 就是主动监测 所以我们现在四个案例 三个案例都是我们主动监测出来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说政府有在主动做监测 那为什么导演在 导演在过去拍摄的 这六七年当中 有碰到任何主动监测的情形吗 有让你觉得政府在主动监测吗 我会觉得很奇怪 我相信很多人会奇怪说 为什么导演随便去捡的机 一捡就中 那很奇怪啊 那我不知道说你们的防疫在哪里 那你防检局绝对不能 把它推给地方的防疫所 你看防检局这么大一个 你每年变那么多预算 结果防治所可能只有一个人 以脏话来讲至少两千场 你一个人怎么有办法顾全部 不可能啊 你不可以把事情全部都推给 地方防治所说 我有叫他们做 那你们在哪里 在吹冷气哦 这说不过去嘛 那所以到底可不可能 把所有的蛋都先给他高温这样处理过 就像刚刚黄主任所讲的 因为刚刚叫你这样讲的话 一天一千八百万颗 你是要意思是要说 我告诉你啊 真的做不到 是这样子吗 对不起 邱主长 我想大概政府是监测是一定持续在做了 那所以其实不用这么的恐慌 去说现在的蛋 对 现在的蛋会有这些情形 有的话其实都是持续在进行的 持续在做的 像去年我们 99年李导演说的那几场 其实也是政府主动去把它找出来的啊 那今年的被动监测 是只有李导演目前发现了 然后提供出来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 就是有鸡农 发现自己的鸡友异常的情形 请赶快也要跟我们的地方防治所 去做联络 那政府来协助你 那大家一起做防疫 所以邱主长这样解释的这些 那我想请问一下 益鸿大哥 你对蛋对鸡会安心吗 我是什么都敢出了 坦白说 因为你这个 就是他表面上有点细菌的话 你吃下去也不一定会有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大惊小怪了 他有细菌 吃下去就一定会有问题 你本来就有抗体的嘛 本来就有 结果可以防疫的嘛 我们不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H521 你吃下去就很有问题了 因为我经常讲一个观点 像我是不是 又抽烟 又喝酒 又吃品糖 所以上面告诉你 这个有毒的 你已经不能吃了 我招抽 所以我对这个 不行 你这样你在鼓励什么 不是 我不是鼓励这个 而我是说 第一个不要恐慌 那不恐慌就是看农委会 你提示什么办法 让那些比较怕死的人 不恐慌嘛 这是你 你没需要做的啊 不是我要做的 今天邱组长讲了半天 这个做法好 那光琴姐你觉得说 你周围的人敢不敢 现在至少最近这段 风头的时间 敢不敢给小孩子吃鸡肉 给小孩子吃鸡蛋 要不要更加的小心嘛 你周围的人 其实我坐到这边 我就算不懂我也听得懂 就是说你防疫的漏洞 甚至你延缓的话 那个空窗期会造成说 我们不知名的 或者已经知名 它会产生变种 你变种的话 那你就会制造更高的危险嘛 那至于现在 当然不要引起恐慌啦 那我想黄医师等一下多一点时间 但是刚刚这个组长讲的 我说实在我听不太懂 我一直强调 如果真的做的那么优的话 许天来干嘛要下台 3月3号农委会才证实 彰化跟台南爆发H5N2 对不对 那你们前面帮我们做了些什么 难道都天衣无缝吗 那我必须要觉得很万幸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没有传出重大的死伤 这是我们的一个万幸 就是变成我们在跟天在搏命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我一再旨意的说 以后还要这样下去 这个组长坐在那边 一直强调他们一个SOP流程嘛 听得懂吗 而且据刚刚黄主任这样讲的话 如果说那个病毒 其实最恐怖的是变异嘛 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 从情变成人变成人跟人 好像也不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吧 然后我们的政府 也没有帮我们前面把关做好 让我们都知道怎么样防 其实我讲两点 第一点 那个刚刚刘亦宏刘大哥讲的 其实也没有错 他是不怕 可是我有很多人 很多人告诉我 说我得了流感 才知道流感这么严重 平常我身体非常好 生龙活物 我得了流感才知道 这个病真是非常难过 到了第七天一般还没有好 就开始真的开始有点害怕起来了 所以有些病毒感染 你碰到了你才知道 当然你平常身体好的时候 你是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我刚刚讲的 这个蛋出来要清洗 这个应该是SOP 这个不是疫情才要这样做的 你要知道刚才提过了 机身上还有很多别的细菌病毒 沙门氏菌什么的 你这个蛋出来以前本来需要有个清洁程序 这清洁程序就是要保证它这个清洁程序 做完以后 至少表面上的细菌跟病毒是 我们可以放心的 这个东西你就要去强调 而且你要把它落实 你今天如果说 我们其实也不用恐慌 只要这个表面 这个肉是去超级市场买来的肉 然后这个蛋表面是干净的 其实我们煮熟是可以吃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 我们说其他话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